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祖教你这样借出淫欲 永不再受邪淫之苦 一起来听 一 第一步就是知苦 若没有深切感受到邪淫的危害和痛苦 甚至反而认为邪淫是快乐的 那一切无从谈起 多数人是亲身受了邪淫的苦害后确实想回头了 但也有一些福德慧根深厚者 自己虽然没有犯邪淫 但从经典中和别人的经历中 一见便知血淫之害 此事人中两码不可多得 二 知苦之后要立志 没有强烈的志愿 随波逐流 顺其自然不可能成功 立志有各种起因 或者是吃苦吃够了 或者是要报复父母恩 或者是为了成就学业 或者是为了献生富贵 或者为了平安 或者为了如意眷属 或者为了得生天界 或者为了助修佛法 或者是为了节省精力 救度众生 或一或而或多种种不同 可以自己问自己是否想借为何要借 反复想明白了 决心定了 就成功了一半 三 明理 切实了解献人的危害和不献人的福德果貌 才能坚定信心 寿康宝剑 玉海辉狂等书籍就是明理的助手 值得反复阅读 本人在看这些书时受益匪浅 深有体会 在明理中知道欲望只是一种习气 不是本能 很重要 如果按西方一些观念说 淫欲是本能 那么本能与我同体 如何对质 借除就成了压抑 结果只有宣泄意图 这根本就是原理的错谬 导致实践方法上的偏邪 佛法则指明欲望只是一种习气 那么习气则是可以转变和消除的 明白了邪音 是敌非我这一点 下手借除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 最后还要全面的看问题 既要明白邪音的习气是非常厚重的 一定会有反复 不能掉以轻心 又要知道自信力和佛力真实不可思议 一定能转变这种虚妄的习惯 四 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励志好比定了方向 明里好比明了路途 方案就是出行计划 如何远离和断除容易诱发习气的邪缘 逐步培养定力的日课安排哪些内容 如何积功累得将功补过 凡事遇则力 如不认真制定方案 志愿很可能落空 在定方案中一定要认真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一方面要善于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 加以总结 在开始阶段 方案不必过求完美 可以在实践中逐步修订 增强实效 五 要善于借助外力 戒邪淫誓言中有两句话 自力微弱 佛力堪平 担休多退 互助有功 古人说 读学无有则 孤陋寡闻 有些人以借助外力为耻辱 这是不全面的 完全依赖别人固然不可取 但一点不肯靠人也是不现实的 人生在世 衣食住行 学习工作 哪一件不借助他人之力 何必一说修养 就耻坦塌力呢 就算是最崇尚自立的禅宗 也离不开善知识的指点印证 何况断邪引起气 这里借外力 人人不同 你可以借助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力量 当然信不信佛法的都可以 试试借助佛菩萨的力量 念念佛号 或者读诵佛经看有没有效果 再者 要常和善友交流 人都有奋发之志 但如果没有善缘互持 半途而废的很多很多 所以常把善书阅读 常与善人交流 都是借他人力 自我熏悉的好方法 六 善于调整心态 防止偏差 志气要刚 心态要稳 急于求成是一剂 出现反复和失败 就灰心是一剂 初有成效过于欢喜 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入魔界历练一番更是大忌 准备好持久战 从粗重的邪淫到较轻的意淫 突破一关是一关 七 初步成就的迹象 有些人问 到底有没有借邪淫成功的 借邪淫成功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彻底借邪淫成功 那已经成圣人了 暂且不谈 只说借题有出成就之项的 根据本人四五年来对一些网友的观察是不少的 怎样算是借邪淫初步成就了呢 主要体现在平时不再思念邪淫之时 无意中 邪圆邪境 现前时 马上警觉和远离 若邪念种子被触发并有持续之状态时 马上能想起邪淫的种种危害 或自己以前吃过的苦头 并能以掌握的种种对这方法熄灭邪念 到了这个阶段确实很不容易 但这里面有个别人可能会认为邪淫也没什么呀 我不搭理他 他也就无可奈何了 不要太刻意对峙 不理睬 邪淫习气 此见甚高 但没到一定程度 你不理睬他 他来找你麻烦 初学者若没有对这方法 必然束手就擒 还有的初学者有了这样的成绩就开始大意 认为可以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了 这样很危险 须知现在的邪淫之源很多 而我们的内心邪淫之种也无量 一旦遇到一些特别强的邪淫之源 激发了较重的邪淫之种 又加上警戒已丧失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不但不能松懈 还要更进一步全面提高 界定慧之力 如果能加上净土修行 那么必然一生不退 永不再受邪淫之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